陆南为了气初恋,才和我订婚 后来初恋哭一哭,他就心软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们高调拥吻,宣布复合 让我沦为笑柄 直到后来,我被一个男人抵在麦巴赫车里亲吻的照片 被顶上热搜 照片里的男人,是陆南的哥哥 也是陆家实际的掌权人 我和陆南恋爱两年,下周就要领证了 今晚,他朋友特意办了长泳池派对 为我们庆祝 夜晚的星空下,男男女女穿着泳装 跟随音乐的节奏,晃动微醺的身体 派对气氛最高涨的时候,陆南的初恋出现了 谁也没想到,黎然然会来 直到陆南吼了一声,谁他妈把他叫来的 全场音乐骤停 大家都愣住了,没人敢说话 黎然然眼睛红红的,带着哭腔说 阿南,我有话要跟你说 当初陆南和黎然然分手 闹得人尽皆知 大家都知道,陆南为了挽留黎然然 坐着私人飞机追到了巴黎 也还是没能把人留住 有人看不惯黎然然 行了,黎然然,少在这桩申情 当年陆南被你折磨得差点没了半条命 你现在说话的人被捂住嘴拖走了 剩下的人都齐刷刷将目光落在我脸上 陆南突然搂住我肩膀 把我往她怀里一拽 对黎然然说 好啊,有屁块放 我老婆还着急回家睡美容觉呢 黎然然忍着眼泪 走到陆南面前 将手伸过来,摊开 是一枚钻戒 这是你当年跟我求婚时 送我的戒指 你说,一定要把它带到你最爱的人手上 黎然然看了我一眼 又对陆南说 如今你爱的人已经不是我了 我应该把它还给你 陆南盯着黎然然手心上那枚钻戒 搂在我肩膀上的手 按按用力 快要把我骨头掐碎 下一秒 她抓起那枚戒指 猛地一扔 戒指在半空中 滑下一道弧度 掉进了泳池 黎然然失声喊道 我的戒指 然后疯了似地追上去 纵身跳进水里 人群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她好像不会游泳 搂在我肩膀上的力道 骤然消失 我眼看到陆南冲了过去 下意识伸手去拦她 陆南 别去 却被她反手一推 摔坐在地上 紧跟着扑通一声 陆南毫不犹豫地 跳进了泳池 黎然然被陆南抱上了岸 陆南急疯了 一边给她做胸外按压 一边大声地叫她名字 也不知道 是在做了第几次人工呼吸后 黎然然猛地吐出一口水 恢复了意识 陆南松了口气 将一把抱进怀里 你他妈傻不傻呀 不要命了吗 黎然然趴在陆南怀里哭 阿南 你还是在乎我的对不对 阿南 我好想你呀 陆南还是心软了 她把黎然然从地上抱起来 转身往别墅里走去 我叫住她 陆南 陆南脚步停下 沉默了几秒后 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对我说 温鱼 我放不下她 我家和陆家是世交 小时候 家里就给我们订了娃娃亲 可后来陆南喜欢上了黎然然 为了黎然然 跟家里闹得很僵 要不是黎然然当年 为了追求梦想 把陆南抛弃了 他们这会儿 应该已经结婚了 两人分手后 陆南为了气黎然然 才跟我订婚的 她以前不喜欢我 后来她出车祸 差点瘸了 是我鼓励她 陪她复健 熬过那段万念俱灰的日子 情人节的时候 陆南说她喜欢我 我们开始正式约会 她会送我花和礼物 为我燃放生日烟火 甚至有一次 我被人欺负 陆南知道后 差点没把对方打死 但那又怎么样 陆南还是放不下黎然然 两天后 陆南给我打了通电话 电话那头 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温鱼 我们领证的是在等等好吗 我也沉默了很久 才说 不好 陆南 我不想和你结婚了 这件事 很快传到了双方家长那边 我的电话快被打爆了 我爸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威胁我说 如果这次和陆家的合作出了什么差池 我饶不了你 没用的东西 跟你那个死妈一样废物 我妈已经去世15年了 我爸还是有事没事的 就把我和我妈骂一顿 到时陆南的妈妈安慰我说 小鱼呀 我知道一定是陆南惹你生气了 你别跟他计较 我一定帮你训他 他好像知道了黎然然的事 挂电话前还特意强调说 小鱼 你放心 陆家只认你这个儿媳妇 陆南这个人一身反骨 陆妈妈管不住他 所以在陆氏的周年晚宴上 他全然不顾我在场 把黎然然公然带在身边 趁着我落单的时候 黎然然主动跟我说话 他把无名纸上的戒指亮给我看 阿南那晚在泳池里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很庆幸 他又戴在了我手上 我盯着那枚在水晶灯下 闪闪发光的钻戒 微微一笑 恭喜 其实 那晚陆南在泳池里翻找戒指的时候 我就站在别墅二楼的落地窗前看着 那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雨 陆南找了多久 我就看了多久 后来雨停了 戒指找到了 我的心也死了 黎然然看了眼远处正和人应酬的陆南 问我 温小姐 你相信命运吗 反正我相信 就像你从我这里偷走了陆南的两年 也还是走不进她的心 我只要稍稍使点手段 她就乖乖回来了 我不动声色问道 李小姐有话直说 不必绕弯子 黎然然看着眼前用酒杯层层罗列起来的高架 冲我得意一笑 还真有件事 需要温小姐帮忙 可还不等她说 是什么忙 我已经伸手推了她一把 刹那间 所有装有香槟的酒杯 经黎然然这么一撞 全都摔在地上 撒了她一身 黎然然错愕地看向我 我笑说 与其被你污蔑 说我推倒你 还不如我自己动手 心里更痛快一些 众人纹身回头 满脸愕然 陆南冲上来 将自己的西服外套脱下来 照在黎然然身上 回头冲我吼 温瑜 你有病吧 我问陆南 如果我说 是李小姐请我帮忙推倒她的 你相信吗 陆南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疯子 场面僵住 直到我身后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相信 旁边有人在低声议论 这陆家的太子爷 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 是啊 难道是要回来正式接管集团的 我回头 看见一身黑色西装的陆辰 正朝我走来 他是陆南的哥哥 年长陆南六岁 肩上一沉 陆辰将他手臂上 搭着的黑色风衣 披在我身上 这里冷气足 穿墨胸礼服 也不怕生病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陈哥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小时候叫惯了陈哥哥 长大以后 也没改口 他语气沉稳 刚到 从机场直接过来的 黎然然不知是什么时候 被陆南扶起来的 此刻像个没骨头的人 软软地依偎在陆南怀里 陆辰瞥了眼黎然然 对陆南说 还要在这丢人现眼 要说这世界上 谁能压住陆南 也就只有陆辰了 但凡陆辰在的地方 周围气压都挤低 坦白说 我也有点怕他 陆南不敢顶嘴 他扶着黎然然 在众人的目送下 狼狈离开 陆辰先是和陆爸陆妈 打了声招呼 之后 他将我带李婉宴 引顶家常版的麦巴赫 就停在庄园的院子里 陆辰从车上拿出一个 精美的礼盒 上面绑着粉色的蝴蝶结 送你的 他抬起一侧唇角 气息里带着笑意 我双手接过他 递来的礼盒 好奇地拆开 竟然是我曾在国外 看好的那双舞蹈鞋 因为种种原因 我一直没能买到 还为此遗憾了很久 他问 喜欢吗 也不知道 是不是外面的风太大 我眼眶有点酸 将舞蹈鞋抱在怀里 用力点头 很喜欢 陆辰沉稳的声音中 带着温柔 生日快乐 我的心 像是被什么狠狠一撞 我以为 没人记得 今天是我的生日 谢谢你 陈哥哥 他从定制烟盒里 抽了根烟出来 点燃 陆南和那女人的事 我都知道了 作为陆南的哥哥 我替他向你道歉 我摇摇头 他是他 你是你 两回事 陆辰虚了口烟 隔着灰白的烟雾望向我 小姑娘 长大了 说话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胆了胆烟灰 路灯下暗影的眼底 瞧不出情绪 他突然问我 想不想报复陆南 我嘴快于脑 反问 怎么报复 这时 陆南从宴会场出来 站在庄园的门口喊我 温鱼 我闻声转头 几乎同时 一只手扣住我的腰 陆辰将我摁在他怀里 宽厚的手掌掐住我后颈 迫使我抬头 迎上他的目光 呼吸交融 我闻到了他气息中的烟草香 他脸俯近我 鼻尖几乎挨着鼻尖 我来教你 下一秒 陆辰垂下脸 近乎凶猛地稳住我 我用余光披荐 陆南疯了一样 朝这边奔来 陆辰却没给他任何机会 直接将我带上车 吩咐司机 开车 从后视镜里 我看见陆南正追着车跑 最后还是黎然然从远处追上来 将他拦住 随着车速加快 陆南和黎然然的身影越来越小 直至在拐角处彻底消失 陆辰问我 痛快吗 我点点头 坦言道 挺爽的 但是 陈哥哥 我转头看他 你不该这样做 我知道你是想为我出气 可让别人看见了 到底是影响不好 会让他们误以为你喜欢我 陆辰突然抬眸望向我 车窗外橘黄色的路灯照进车里 从他英俊的脸上闪过 让我有了一瞬恍惚 他声音听着沉稳 却又情绪莫测 误会我什么 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 嘴都变得磕巴 误会你和我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不 正 当 关 系 陆辰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眉心促紧 眼底浮现出一丝无可奈何 陆辰把我送回了家 一进门 我爸就黑着脸 甩了我一巴掌 打得我措手不及 他指着我鼻子骂 温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自己的未婚夫 带着别的女人招摇过世 你连屁都不敢放 我还能指望你干什么 我用舌尖顶了顶被打麻的右塞 冷笑道 所以从今以后 你最好什么都不要指望我 我只会给你添堵 我爸被气得用手捂住心口 后妈赶紧上去扶着 帮腔道 哎呀呀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混账话 你爸爸养家容易吗 你也不知道心疼他 我也没惯着后妈 反驳道 你心疼他 那就让你女儿嫁进陆家好了 哦 对 我差点忘了 你女儿上次勾引富二代 豪门没嫁成 还被人搞带了肚子 最后落得打胎被抛弃的下场 早就臭名远扬 陆家是看不上的 后妈被激怒 瞪我道 你个小贱蹄子 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笑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还有你 我妈死后百天都没到 你就大着肚子嫁进来 就那么等不及吗 你女儿落得这样的下场 也是活该 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爸彻底黑了脸 后妈更是冲上来要打我 却被门铃声打断 保姆说 是陈少爷来了 陆晨从一进门 就察觉到屋里气氛的异常 我爸拼命假笑 小陈来了 后妈拼命装贤德 陈少爷这时间过来 吃过饭了吗 只有我站在那低着头 不想被他看见脸上的巴掌印 嫌丢人 陆晨三言两语敷衍过他们后 对我说 温鱼 你东西落在车上了 方便出来取一趟吗 我跟着陆晨出了门 他站在别墅门口 将手里那个绑着粉色蝴蝶结的袋子 递给我 舞蹈鞋落在车上了 我怕他误会我不珍惜礼物 连声解释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是刚刚下车太急 不小心翁的 他却答非所问 脸还疼吗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明明都已经把舞蹈鞋拎进去了 却找了个借口叫我出来 是别有意图 我也不再遮掩 摇摇头 挤着笑容说 我没事 陆晨不动声色 却又像是洞悉一切 温鱼 不用在我面前装坚强 你可以信任我 我会跟温伯父谈一谈 我爸这几年做生意 亏了不少钱 现在最是巴结陆家的人 尤其是陆晨这个继承人 如果他开口 让我爸对我好一些 我爸一定答应 但我还是拒绝了 陈哥哥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 我自己能解决 陆晨沉沉地开口 温鱼 我希望你能知道 你不是麻烦 我也不怕麻烦 他的语气很淡 可我却觉得心脏一紧 第二天一早 我准时出现在舞团排练 团里月底 要选拔出一位最优秀的舞者 代表整个舞团去巴黎参加比赛 登上那个最荣耀的舞台 这是我的梦想 为此我努力了整整三年 势在必得 没想到 半路突然杀出了一个黎然然 当团长宣布 黎然然今日起正式加入舞团 并且也将参加本次选拔比赛时 我的脑袋轰个一声 黎然然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绍 笑得温婉 出来乍到 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为表诚意 今晚我和我男朋友在兰台餐厅 请大家吃饭 说这话时 他特意多看了我几眼 很是得意 其他人一边鼓掌 一边小声议论 某某餐厅可是非富即贵的人才能去的 想不到这姐妹来头这么大 我也听说 南台餐厅只招待贵宾 VIP 没个几千万身价 连门都进不去呢 看来他男朋友很有钱 闲话都还没落地 邀请函就已经传到了每个人的手上 我翻开看了眼 落款处写着 黎然然 路南 有人惊讶到 然然 你男朋友叫路南啊 你说巧不巧 咱们团的台柱子温鱼 他男朋友也叫路南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将目光望向我 可就是这要巧 当路南陪着黎然然一同出席饭局时 全场都晋升了 包厢里敬得连根针调地上都能听见 大家一脸的吃瓜表情 没人敢出声 还是团长问 小温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大方承认 我和路南已经分手了 现在 他是李小姐的男朋友 说完 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微笑着说 各位失陪 我去下洗手间 等我从洗手间出来时 被路南堵住了 他开门见山地问 你和我哥是什么时候的事 你早就背着我 跟他在一起了 是吗 我真是被气笑了 路南 你有病吧 我绕开他 不想纠缠 却被他一把攥住手腕 路南力气很大 将我拽了回来 被我割吻 你很爽是吗 温鱼 你要不要这么下践 我气急 抬手要打他 却被他拦住 他双手抓着我双腕 将我抵在墙上 那种憎恶的眼神 恨不得把我吃了 我早就该知道 你们温家人最不要脸 当初你妹妹就偷偷地勾引过我 现在你又背着我勾引我哥 还真是一套路数 温鱼 当年要不是冉冉离开我 你以为 我会答应跟你订婚 我和你一起 不过就是为了气冉冉 现在冉冉回来了 你在我眼里 屁都不是 即使已经死心 可这些话 还是一下一下 狠狠砸在我心里 我正脱不开 干脆抬脚 狠狠踩在路南的脚背上 你和黎冉冉 还真般配 一定要锁死 趁着路南脚疼的空隙 我猛地推开她 她在我身后 瘸着脚 愤然喊道 温鱼 你别天真了 我哥已经有未婚妻了 他跟你就是王而已 我回到包厢门口 门是开着的 李然然在跟里面的人聊天 说她这次回国 就是奔着舞团 那个参赛者名额来的 一定要拿到手 还说她是路南的初恋 俩人当年是因为误会分手的 她一回国 路南就迫不及待地找她复合了 并且已经向她求婚了 有人问 当年是因为什么误会分开的 李然然话里话外地暗示大家 是因为第三者 所以当我进门后 大家都用那种 抵制第三者的眼神看着我 可我并不在意 不知为何 此时我脑子里 反而都是路南那句 我哥已经有未婚妻了 她跟你就是王而已 夜晚的CBP 霓虹灯亮起 车流如水马龙 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群中 一幢72层的白色建筑 像一条银龙横卧在商业区的正中央 顶层的办公室里 露虹灯刚刚结束了一场跨国视频会议 有些疲惫 顺手点了根烟 秘书敲门进来汇报 派去给温小姐送伞的人回来了 她说 舞团今晚有聚餐 温小姐不在 请客吃饭的人 是二少爷和李然然 露虹谈了谈烟灰 问 你说谁 秘书解释 李然然今天正式加入舞团 是二少爷花钱给她铺的路 今晚 他们以情侣身份 在兰泰餐厅 请整个舞团的人吃饭 秘书话音未落 陆辰已经将烟头碾灭在手边 装有白砂石的烟灰缸里 起身快步向外走 秘书追上去问 陆总 那十分钟之后的财务部会议怎么办 陆辰立声道 取消 打电话给王叔 让他在门口等着 王叔今年快六十岁 在陆辰小时候就跟着他了 是司机 也是管家 等陆辰出来时 麦巴赫已经停在大楼门口 等红绿灯时 王叔看了眼后视镜 陆辰正闭目养神 可眉头皱得很紧 他说 能让您这样着急的人 也就只有温小姐了 上次为了能及时赶回来 给温小姐送生日礼物 您也是这样匆忙 陆辰揉着太阳穴 漫不经心道 你真是越老越会说话了 饭局结束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 外面下着雨 团里的人都站在餐厅门口 避雨 叫车的叫车 等人的等人 黎然然挽着陆南的胳膊 很大方地对我说 温小姐 我们烧你一程吧 陆南脸上 也带着玩味的笑 这时 有人突然喊了一句 哇 这车好漂亮 我顺着声音转头看 是陆辰的 那辆银顶麦巴赫 正缓缓使停在路边 司机从车上下来 手里撑着一把黑色雨伞 他小跑过去 打开后排车门 陆辰一手抄起西服外套 下车的同时 从司机手里 接过那把黑色雨伞 朝这边走来 旁边的小女生 一个劲激动 哇哇 好帅 陆辰当着众人的面 将手里的西装外套 披到我肩上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他揽过我肩膀 将我护在伞下 自己反而大半个身体 都露在外面 被雨淋湿 我看见陆南攥紧了拳头 却不敢吱声 麦巴赫都开出了好远 我才回过神 惊讶地问陆辰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陆辰懒地笑了下 刚好路过舞团 听人说 你们今晚在这聚餐 就来碰碰运气 雨越下越大 雨刷在挡风玻璃上 来回摇摆 街边的霓虹灯 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陆辰突然问我 温瑜 你还喜欢陆南吗 这话 他曾经问过 大概是某年的春节 那会儿我刚和陆南订婚 陆辰从国外回来过年 我当时回答他说 喜欢 因为陆南是在我妈去世那年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第一个递给我棒棒糖 给我温暖的人 但今晚 我看着车窗上雨滴 错落有序的落下 坚定地摇头说 不喜欢 我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转眸看向陆辰 冷静又认真道 可我也不会喜欢一个 有未婚妻的人 陆辰总是这样巧合地出现 一次两次地替我出头 我不是傻子 即使陆辰很优秀 我的自尊也不允许我装傻 自甘堕落到 去做个没名没分的情人 陆辰皱着眉头 什么未婚妻 谁有未婚妻 我被问得有点懵 陆南说你已经有为陆辰打断我 直接了当道 没有 他言简一概 我的婚事 谁也做不了主 必须我自己点头 所以 温鱼 他换我名字时 我心跳都快了一排 你可以考虑 我问 考虑什么 陆辰的眸光像最深的湖水 盛满身情 满满当当 似欲溢出来般 考虑我 因为陆辰的一句考虑我 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心秃秃的跳 当初和陆南订婚时 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快天亮了 才勉强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等我到舞团时 都已经中午了 在更衣室里 碰见了黎然然 她刚练完舞 额头上还有没消去的汗 主动跟我说话 听说温小姐很看重这次的比赛 很巧 我也是 我一边脱外套一边说 那就各凭本事 黎然然喝了口水 到我身边倾笑道 温鱼 放弃吧 不要去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她得意道 不妨告诉你 我能来到舞团 并且参加这次的选拔赛 都是阿南支持的 她给舞团捐了两百万 所以团长才这么重视我 并且许诺让我代表舞团去巴黎比赛 所以不管是阿南 还是参赛资格 都是我的 我没有理会 穿好舞鞋后 将衣柜锁好 对黎然然微笑道 话别说得那么满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经过黎然然身边时 她嘲讽我 你该不会以为 傍上了陆辰 就万事无忧了吧 需不需要我提醒你 陆辰可是陆氏的继承人 她未来的婚配对象 一定是出身名门的 而不是你这种家族没落的女人 我回眸一笑 反击她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只会靠男人 说完就往门口走 黎然然在我身后喊 温鱼 你知道陆南 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因为你的骄傲 真让人讨厌 没有男人会喜欢你这种人的 陆辰从办公室出来时 王叔等在门口 他跟着陆辰走进电梯 说了陆南为黎然然捐钱的事 还说很大程度上 团里会把这次的比赛 名额内定给黎然然 陆辰知道 温鱼最大的心愿 就是登上巴黎的舞台 他一手插在裤兜里 另一手对王叔挥了挥 你派人去干预一下 不要让温鱼知道 可才出了电梯 陆辰就后悔了 他叫住王叔 暂时不要插手 先观望 他了解温鱼 这样做 他会觉得胜之不武 即便这对他来说 只是说一句话的小事 可他不愿意温鱼误解他 他相信温鱼的能力 也尊重温鱼 麦巴赫缓缓驶离大楼门口 顺着车流进入主路 王叔看陆辰目光 一直飘在车窗外 似有心思 问道 咱们是直接去机场 还是先去舞团 跟温小姐打声招呼 毕竟这次出差 最快也要两个礼拜 才能回来 陆辰从定制烟盒里 抽了根烟出来 攥在手里 把玩着 自从那晚他对温鱼说 要他考虑他之后 温鱼就再没联系过他 他也怕是自己的行为 太过冒失 吓到了他 去机场 陆辰将烟点燃 用力吸了一口 垂眸道 月底就要比赛了 别去吵他 让他专心训练 再次接到陆辰的电话 已经是一周后的事了 我刚结束训练 打算去洗澡 电话 在手里不停震动 我盯着屏幕上陆辰两个字 心跳加快 喂 我声音很小 尽可能表现得平静一些 电话那头 陆辰摆了白手 让正在汇报工作的人 先退出办公室 他起身往落地窗前走去 叼了根烟在嘴角 朋友圈怎么回事 是谁生病了 他今天一直在工作 忙得焦头烂额 就在刚刚随手打开微信 在朋友圈看到 温鱼求购一种进口药的消息 他坐不住了 什么朋友圈 当我话还没说完 就反应过来了 你说的是那条求购药品的呀 那是我帮舞团的一个小姑娘打听的 他爸爸生病了 急需这个药 我顺手帮忙转发的 陆辰松了口气 嗯 他蓄了一口烟 又问 训练还顺利吗 还有三天就是出赛了 有信心吗 我靠坐在舞蹈室的墙角 单手拧着屏带 挺顺利的 还算有信心 你那边怎么样 谈判还顺利吗 陆辰之前给我发过短信 我知道他出国了 还好 再收尾了 我呜了一声 尾音拉得很长 喝完水后 我把水杯抱在怀里 试探地问 那我比赛那天 你敢得回来吗 陆辰轻笑 用气息问我 你希望我回去吗 我指甲死劲儿抠着卑鄙 咬着唇 用极小的声音说 希望陆辰侯杰反复吞咽了树下 才平息了自己的呼吸 等我 可是我比赛这天 陆辰爽约了 反倒是陆南一直坐在台下 给李然然助威 所以 就算李然然跳错了动作 又连着两处失误 团长都当看不见 带头夸赞李然然功底好 等我表演结束后 团长倒是也夸我说 小温的发挥 一如既往的稳定 还是那么好 但是呢 他抬手扶了伏鼻梁上的眼镜 假装为难道 就今天的表现而言 我们评审团一致认为 冉辰的台风更胜一筹 所以 本次出赛的结果是 冉辰胜出 台下掌声雷动 都是冲前去的 在后台换衣服的时候 李然然对我说 温瑜 我说过的 你争不过我 我深吸了口气 从容微笑 今天只是出赛 你又怎么能确定 我不会在决赛上翻盘呢 话是这样说 可我也知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从舞团出来时 太阳都落山了 夕阳钻进云层 在天边形成了火烧云 我漫无目的 沿着路边一直走 穿过拥挤的人群 走上过街天桥 却意外在天桥那边 看见了路程 桥上的人熙熙攘攘 都赶着下班回家 桥下车水马龙 落日的余灰 洒在路面上 金灿耀眼 我看着一身 亚麻色西装的路程 朝我走来 脚步不自觉地停下 他停在我面前 开口急道歉 温瑜 对不起 飞机遇上雷雨天气 我辗转了三座城市 才勉强赶回来 但还是没能赶上你的比赛 我很遗憾 我的心情明明很沮丧 却在见到路程后 好转了很多 还能开玩笑说 错过也好 反正也输了 没什么好看的 路程眉心醋了醋 忽然上前一步 将我轻轻拥进怀里 温瑜 你难过可以说出来 我愿意聆听 我睫毛轻颤了下 鼻尖酸楚 我在他怀里 把头低下 眼泪巴达巴达地坠下 陈哥哥 我不甘心 路程拍了拍我的后背 那就赢回来 温瑜 你一定可以凭着自己的实力 站上巴黎的舞台 我相信你 路程送我回家的路上 我问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路程说 他从舞团门口 就一路跟着我了 我让王叔把车停在了 离家还有一条街的路口 路程垂眸看我 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到家门口 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和后妈 看到我们在一起 他们会纠缠你 在一起 路程倒是会挑重点 我这才意识到 这么说 有些过于暧昧了 连忙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免得他们给你添麻烦 路程忍不住笑 如果是因为和你在一起 而带来的麻烦 我非常乐意 我被他说得面红耳赤 扭头下了车 路程也追下来 拉住我手腕 晚上早点休息 不要乱想 如果真的睡不着 就打电话给我 我你没 打电话给你干嘛 给你讲睡前故事 哄你入睡 路程话语里有一股淡漠的细血 但眼神又带着宠溺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路南突然从一棵大树后面走出来 吓我一跳 我差点就把手里的包砸在他脸上 路南阴阳怪气地说 你果然和我哥在一起了 所以路南是看到路程送我回来了 跟你无关 我拎着包要走 被路南拽住胳膊 他冲我吼 你和谁在一起都行 唯独路程不行 我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我反手推开他 为什么路程不行 就因为他比你优秀嘛 路南 你无法接受一个被你放弃的女人 被另外一个比你优秀的男人爱上 是吗 你认为 我就该在被你抛弃后 痛哭流涕 终日以泪洗面 然后三天两头地跑去找你求复合 求你爱我 是这样吗 我情绪激动 连说话的声音都在发颤 对路南发泄着我的不满 路南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温鱼 你变了 你以前不会这么大声地和我说话 我冷笑 我从来没变过 是你从未真正了解过我 路南眸子里凝聚着一丝怨毒 温鱼 你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就拿今天出赛这件事来说 明明就是我哥一句话的事 便能扭转局面 让你轻松赢得比赛 可他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在他心里还没有那个分量 你只是他在寂寞时 养在身边的玩物 跟阿猫阿狗没区别 我问路南 所以呢 你大半夜跑到这跟我说这些 用意是什么 路南 你可千万别说 你在吃路晨的醋 路南像是被戳中了心事 很夸张地冷笑一声 用不可理喻的眼神盯着我 温鱼 你少自恋了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一定会帮冉冉拿到去巴黎的机会 你输定了 决赛的前一天 路晨拨了通电话 是打给刚从巴黎飞过来 给国内个大舞团 做决赛评委的 Andrew Andrew 是个40岁的法国男人 中文很棒 路晨与他是旧识 接到路晨电话时 Andrew很意外 两个人寒暄一番后 路晨直入主题 Andrew 我打给你是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Andrew笑问 我很好奇 是什么事 能让你开增口 路晨到了卑微事迹 靠坐在沙发上 跟Andrew 讲述了一些关于温鱼 以及舞团的事 Andrew听完后很愤怒 他这人最讨厌不公平 但路晨强调 Andrew 我只是 希望你能公平公正地 对待这场决赛 用你专业的眼光和态度 去选拔出最优秀的舞者 不要受其他因素影响 如果你觉得温鱼OK 那就选他 如果你觉得 他不符合你的要求 也不必因为我的原因 破格选取 这对他来说 是侮辱 挂电话时 Andrew好奇地问 这位温小姐 和你是什么关系 让你如此上心 路晨坦然道 想共度一生的关系 到了决赛这天 路晨给我发信息 说他已经到了 就坐在二楼观众席 明明他选了出 最不显眼的位置 可我登台后 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他 我强压着心跳 低头 缓了缓神 随着音乐声响起 我脚尖轻轻点地 宛如一片薄纱 在空中飘舞 每一个动作都流畅而精准 向观众诉说着音乐里的美好故事 我的心情 如同故事中的女主角一样 盼望着 让男主角看到自己最曼妙的舞姿 音乐声落 我向观众席鞠躬致谢 台下掌声雷鸣 评委席上 一个金发碧眼的法国男人 突然站起来 很激动地为我鼓掌 Perfect 他对旁边的团长大肆赞美 你们舞团真是卧虎藏龙 跳得太好了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优秀 有天赋的舞者 他着急地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喘了口气 温鱼 他眼前一亮 满脸惊讶地望向我 意味深长道 温鱼 我记住你了 自我介绍下 我叫Andrew 后来 Andrew还特意给陆成发了条消息 你女朋友真的很棒 和你一样优秀 黎然然是最后压轴出场的 他跳舞时 我就站在后场区 亲眼看见 团长一直在跟Andrew 手舞足蹈地介绍着 但可惜的是 Andrew对黎然然的舞蹈 并没看好 他给出的评价是 重规重矩 毫无新意 黎然然听完 气得差点没摔倒在台上 Andrew是巴黎那边派来的人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团长自然也是要给他面子的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赢了 Andrew亲自将大赛邀请函交到我手上 我将代表舞团 去巴黎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 站在那个至高的舞台上 跳舞给全世界看 等我换好衣服 从后台来到观众席时 已经找不见陆晨的身影 我给他打电话 你是已经走了吗 陆晨笑了笑 没有 我在B3等你 我立刻转头往电梯间飞奔 着急地说 我马上下来 你站在那不要动 等电梯时 陆南又出现了 这次他没讽刺我 反而称赞道 你今天跳得很好 像是白天鹅一样 站在台上发光发亮 我一边看着电梯显示屏上 跳跃的数字 一边敷衍他 谢谢夸奖 但是这些话 你还是留给李然然吧 终于 电梯门打开 我迫不及待地往里冲 陆南却挡在我面前 他攥着我手腕 用一种很熟悉 又很陌生的眼神看我 温于 如果如果我离开然然 你还愿不愿意回到我身边 我皱眉 陆南 你是精神分裂吗 他拉着我还要说什么 对追出来的李然然给拽住 阿南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是看到温小姐在台上发光了一面 被他吸引 后悔跟我在一起了吗 我没空跟他俩鬼扯 趁机甩开陆南 冲进电梯 我的心像是被扔进了废水中 不断沸腾 此时此刻 想见陆陈的心 已经达到了极点 所以电梯门弹开的一刹 我顺从内心 直奔向陆陈 他正站在车旁抽烟 见我往这边跑 他几乎同时张开双臂 将我稳稳接在怀里 我等不及要跟他分享 抱紧他笑着说 陆陈 我赢了 陆陈揉了揉我的头发 我知道 他将我从怀中扶正 那双眼明亮如星辰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没想到 陆陈竟然带我来看音乐会 还是我最喜欢的那个乐团 两个月前 乐团来内地巡演时 我因为在外地 没能及时赶回来 遗憾错过 可他们不是已经去别的国家巡演了吗 怎么会突然又返回内地 直到演出结束 乐团的人在台上站成一排 当众宣布 今晚的音乐会 是为温小姐而奏响 然后 一束追光 自我头顶亮起 两个金发碧眼的小花童 合力捧着一束娇艳的粉色玫瑰 他们跑到我面前 冲我天真的笑 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恭喜温宇姐姐决赛胜出 我欣喜若狂地 从他们手中接过花束 感慨他们的可爱 真诚向他们道谢 Thank you 台上有人拿着话筒说 今晚这场演出 收取的所有门票费用 都将以温宇小姐的名义 无偿捐赠给山区儿童 同时 感谢陆晨先生的慷慨赞助 至此 本场演出圆满落幕 全场掌声骤然响起 我和陆晨站在观众席中央 被几千人瞩目 我看着她 已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舞台上绚丽的灯光 自她身后照过来 让她整个人 镀上一层金色 我从她的瞳孔里 看到了一个笑容灿烂的姑娘 从剧场出来后 我们去了江边 我怀里捧着那束粉色玫瑰 问陆晨 你怎么知道 我今晚一定会赢 还提前准备了 这么大的惊喜 我真是受宠若惊 陆晨注视着我 自居认真道 因为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胜出 所以 今晚这场音乐会 就是专门为你庆祝的 她还卖惨道 为了请到他们 我可是 花了三倍的价钱 才说服他们 返场内地 所以温宇小姐 你一定要在巴黎夺冠 才对得起我的良苦用心 我昂着头 骄傲到 成交 突然 我身后喷的一声 一簇金色的烟花 在夜空中猛烈绽放 紧跟着无数烟花升天 争起斗艳 我看了眼烟花 又看了眼陆晨 你放呢 陆晨无辜耸奸 还真不是 不过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立刻安排 我连忙摇头 不要 浪费钱 陆晨勾了勾唇 不用替我省钱 我的钱太多 花不完 一个月后 我如愿登上了巴黎的舞台 后场时 陆晨给我打来电话 安慰我 别紧张 我保证会在你登台的时候 及时赶到 为了来看我比赛 陆晨提前两周 就开始缩减行程 将工作压缩到一块 两周内 连续飞了四个国家 终于在一个小时前 抵达巴黎 此刻 正坐车往这般赶 我心疼他 陆晨 其实不用这样着急赶来 比赛网上都有直播 你一样 可以看到的 陆晨笑说 那不一样 我想在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候 陪在你身边 他字字沉稳 而且 我还期待着你的答案 我们说好的 在我比赛这晚 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给陆晨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钻紧电话 陆晨 我话还没说完 我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光的一声 像是什么剧烈碰撞 紧跟着电话那头传来滋滋的杂音 然后掉线了 陆晨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开始疯狂地给陆晨回拨电话 可始终没人接听 就在我惊呼崩溃的时候 电视屏幕上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 因为跨江大桥突然断裂 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车祸 还有车坠下江面 车里的人生死未捕 救援队已经赶到现场 正在紧急救援 望广大市民西枝 绕路而行 我双膝一软 伸手扶住墙面 才没倒下去 我看着电视上的现场直播画面 无数辆车缓缓相撞 甚至还有车倒挂在断裂的桥面上 随时都会掉下去 忽然间 我心疼得像刀脚一样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跑到我跟前 对我说 温鱼 下一个就是你 准备登台 我像是提线木偶一样 被他拉着往前走 却在下一秒 猛地挣脱他的手 转身疯了似的 往外奔 完全不顾身后的人在追赶 在呐喊 我要去找陆晨 赶去事故现场的路上 我一直不间断地给陆晨打电话 可就是打不通 我不停催促司机快点 可因为事故突发 周围的路都被堵死了 我只得自己半路下车 像个疯子一样 在人群中奔跑 我已经记不清 撞了几个人 又被撞倒了几次 一直都在不停地道歉 道歉 终于 我赶到了现场 可现场有警察守着 不让我进 我就一边哭 一边用别扭的法文 跟当地的警察交流 请求他们放我进去 我的爱人在里面 可他们根本听不懂我说话 一个劲地往外推我 还大声吼我 我急得直哭 站在大街上 站在拥挤的人群里 无助地到处张望 泪流满面 直到听见路晨喊我 温鱼 我猛地回过头 看见路晨就站在人群里 他身上沾着灰尘 额头上还有未干涸的血迹 他的腿好像受伤了 站在哪 有些吃力 就这样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我们静静地望着彼此 谁都没说话 在我们周围 有人奔跑 有人呼喊 有人大声地哭 还有警车 救护车的灯光来回闪烁 我迎着交杂的一切 墨地奔向他 只是短短几步 我却好像拼尽全力 路晨用力地 沉稳地将我接住 他抱住我的力道 几乎要把我的腰折断 我双手捧起他的脸 仔细检查着 确定他 只是额头受了些皮外伤后 也不知是腥味还是心疼 哭得更厉害 他轻拂我的脸 替我擦眼泪 我抬眸看他 也分不清是谁主动 谁更急切 我们不顾一切地吻上彼此 后来路晨问我 那晚我选择放弃比赛 奔向他 后悔过吗 我回答的斩钉截铁 我不后悔 比赛今年错失 三年后可以再去 可如果路晨有什么事 我会遗憾终身 好在路晨乘坐的那辆车 虽然被撞翻 可他也因此捡回条命 否则冲下大桥的就是他了 半个月后 路晨身体大致康复 正式将我带回了家 路妈妈和路爸爸 看见我们紧牵住的手 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路爸爸没说什么 倒是路妈妈激动得热泪盈眶 拉着我的手就说 小鱼啊 你终于是我的儿媳妇了 快 我们立刻马上去选日子 免得夜长梦多 我哭笑不得 眼神望向路晨求助 他却表示同意 我也这样觉得 早办早好 回国后的第三周 我去到舞团 正式辞职 我打算成立自己的舞蹈工作室 为三年后的巴黎舞蹈大赛做准备 团长挽留我 被我婉拒 在更衣室整理东西的时候 黎然染来了 他也是来收拾东西的 温鱼 你赢了 我没想跟他纠缠 收拾得差不多了 就打算走了 黎然染追上来 挡住我的鹿 温鱼 我和陆南分手了 这倒是让我有点惊讶 忍不住嘲讽他几句 没事 你哭一哭 他就心软了 这次不一样 黎然染自嘲地笑了声 我们分手的原因 是他在喝醉的时候 喊了你的名字 我跟他吵 跟他闹 他厌倦了 他跟我亲口承认的 说他后悔了 他看见你和陆成在一起 很痛苦 他愿我破坏了你们 说你原本都要嫁给他了 现在说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也不在乎 你说完了吗 说完就请让开 陆成还在等我 黎然染被我撞下肩膀 被迫让路 可还是不甘心地冲我喊道 温鱼 你现在很得意吧 陆家的两个兄弟都为你痴狂 你多了不起啊 我停下脚步 回头看他 笑着说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及时回来 破坏了我和陆南 我还没办法嫁给更优秀的陆成呢 黎然然 谢谢啊 见我从武团大门出来 王叔主动下车 从我手里接过收纳箱 上车后 我对他道谢 他笑说 少夫人客气了 少夫人 我看了眼坐在旁边的陆成 他笑容愉悦 吩咐王叔 把挡板升上 王叔的笑容 更加隐晦 挡板升起 将驾驶舱和后面分隔开 形成两个独立的空间 陆成一把将我拽进怀里 我胯坐在他腿上 他一抬头 我一低头 他的脖唇 刚好擦过我唇角 像一股电流从我体内窜过 使我浑身苏码 温鱼 我心悦你 在很早很早以前 就心悦你 我还没消化好这句话 陆成的唇 就已经贴了上来 他滚烫的掌心 贴在我腰窝 搂紧 让我的身体 更加与他贴合 我的呼吸 连着心跳 一起乱了 直到我被陆成底在 麦巴赫车里的亲吻的照片 被顶上热搜 引爆全网 我才知道 他是故意的 他说 这叫昭告天下 我是他的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